專上研究成果還登上了國際期刊 穿上特殊仿線支撐的布料 坐在筆電前20秒 吸收的電磁波竟然可以發電 並驅動手錶和計算機 布料不但能吸收電磁波發電 也能透過手部動作用身體動能發電 甚至還能改裝成智慧人機介面 用來操作電腦播放音樂 玩遊戲 中興大學師生花了一年時間 研發出可以蒐集環境電磁波輻射的發電紡線 它的材料是來自液態複合金屬與特殊高分子 加音合金 那它是無毒無味 那它又有液體的特性 那它有很好的導電性 那也因為這個很好的導電性 我們可以有效的吸收環境的電磁波的能量 可以發電的布料 為將來物聯網 個人電子和穿戴電子的電力發展 打開新的可能 研究成果還登上今年3月國際能源期刊 先進能源材料 台灣驚喜開發綠色能源受到世界矚目 環環境黃嘴 林筆新 台中報導 是嗎 是嗎